竟然給我在淘寶上面刷到一條 一模一樣的裙子 清甜 這七塊就可以買到一件T恤了 我第一次的淘寶開箱時間 哇熱 哇熱 黑帽精靈 打開氣啊 哈囉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可恩 看標題就懂今天的主題哦 就是要教大家怎樣自己訂淘寶 還有怎樣把淘寶運來馬來西亞 講到淘寶我真的很常訂淘寶 我記得我大概是中學就開始訂了吧 那時候我是覺得在淘寶買哦 比直接在馬來西亞買便宜很多 而且淘寶上面也有很多 特特別特別可愛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喜歡買淘寶 那時候我是找代購訂的啦 但是我現在想回去啊 我找代購費要給啦 還有這個匯域轉換要給 其實算起來也不是特別便宜啦 但是就是覺得淘寶上面很多新切的東西 所以我就錢一直去就對了 我個人尤其想在淘寶上面買衣服 我現在的衣櫃裡面大多數 雖然不是全部啦 都是在淘寶上面淘回來的衣服 我最記得有一次哦 我在馬來西亞online買一條裙子 那時候那條裙子是 馬幣79塊 然後 然後竟然給我在淘寶上面刷到一條 一模一樣的裙子 那時候那條裙子在淘寶上面賣 45塊人民幣 就是換算過來的馬幣是 30塊 貴也不用緊 最重點是 我在馬來西亞買的那條裙子 也是preorder 也就是從中國訂過來啊 我一樣要等兩個禮拜 全天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來做一個新手教學 就是一個完完全全是for新人想要買淘寶 但是不懂怎樣買 不想運來馬來西亞的一個教學 開始吧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先下載淘寶 在OS跟Android上面都找得到 下載好之後你打開 第一面你就看到 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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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618 其實618就是淘寶的另外一個爽心 反正就是coco co 慢慢買這個大日子啦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你要在中國APP上面買東西 我們就要先換地區 所以你看到右上角那邊有一個logo 你點進去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可以選擇國家 然後我們就把它選擇馬來西亞 按確認 那你換了地區之後 它的好處呢 你按進去隨便一個商品 這條裙子 你就可以看到它大概的馬幣價錢 比如這個89塊79 你就不用自己去換匯率了 換了地區之後 這時候你就要search 你到底想要買什麼東西 這裡就要盡可能search 仔細一點 就是你search的越仔細 你出來的結果 就更符合你想要找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買裙子 如果你只是單單打裙子的話 它出來就是有很多種裙子 可能有可愛的 有性感的 有成熟的 有歐洲風的 什麼鬼都有啦 但是如果你search的更仔細一點 就像是 你打格子連身裙 OK 它出來的就是 全部都是格子的連身裙 然後你就選一下 你看這也價錢喔 就是基本上 就是比我們直接在馬來西亞的shopping mall 買是便宜很多 比如說這條39.99元的裙子 換過來馬幣就是24.26元 所以就是很便宜 然後我們就買這件啦 OK我們加入購物車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可以選 你要什麼size X有S M L XL還有Double XL 我是M 選M啦 然後也可以選你要只是單單買那套裙子 還是買一套裙子加那個外套 so買裙子就好啦 按確認 那如果你是不懂穿在身上美不美咧 我們就可以滑下去 看寶貝評價 你按查看全部 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那種已經買了這件裙子的人的反饋圖 然後你就可以看 不可以太短啊 這個裙子 然後會不會太薄啊 會不會貨不對版 反正就是看這條裙子 穿在人家身上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覺得OK 很美 那我們就可以買咯 OK買完全找之後咧 我們現在就去看T-Shirt 我想買T-Shirt 然後我們就search 因為我喜歡穿寬鬆的T-Shirt 就是oversize的 所以我們就search 寬鬆T-Shirt女 要打女神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種T-Shirt 那這個 這個蠻美的就是27.99元 就是大概是17塊就可以買到一件T-Shirt了 OK 我們看一下如果我覺得OK 然後我們就下檔 選顏色 選深灰色 加入購物車 OK 買完了現在我們就要去給錢了 然後你看到下面有一個叫購物車的 你點進去之後咧 你就可以看到你之前選好的東西都在裡面了啦 然後你現在要選你要買哪一件 我就打勾我跟還要買的那兩件 就是一個T-Shirt跟一個裙子 然後我們就按結算 好結算之後喔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就有show 你到底要給多少錢 就是馬幣多少 人民幣多少 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你除了看這個之外呢 你就要confirm一下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還有你的電話號碼是對的 然後下面一點你就可以看到它寫 跨境配送方式 這邊就有幾個選項 有空運有海運有官方直送 這樣空運呢其實就是比較快的一個方式 就是大概四到六個工作天就可以到馬來西亞了 但是空運就沒有辦法寄比較大或者是敏感的貨品 那敏感跟大的咧你就要選海運 海運的話咧就是比較慢咧 要兩到三個禮拜才可以到 但是海運就可以寄大的東西啦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官方直送 官方直送就是中國賣家直接把那個產品寄來馬來西亞給你 那通常咧其實我就直接選空運因為buyer嘛 而且我訂的東西都是一樣 不會只是訂一樣 而且就是不同的賣家 所以如果我用集運空運的話 它就會全部收集在一個倉庫 然後再重新打包一次過寄來給我 然後再下面一點點就可以看到支付方式 我們按進去你可以看到幾個選項 就是有Credit Debit Card 有Online Banking還有支付寶 那支付寶馬來西亞目前沒有啦 我們就直接無視掉這個啦 然後Credit Card跟Online Banking 你們就自己選一個方便你們的來給 最後最後如果你是有Promo Code的話 你看到這邊可以輸入你的Promo Code 你就可以折扣 然後就按去支付搞定 OK下燈好了之後咧你就去看我的淘寶 就右下角這個Logo你按進去 它這邊就會show 到底你的包裹到哪裡 可能等個一到兩天這樣子的包裹 就會到殘酷 它到殘酷的話咧 它就會有show一行字 那行字就是 您的包裹已入庫 需要您和平包裹與支付運費 意思就是這時候你需要給錢了啦 你要給一筆運費 就是把它從中國寄來馬來西亞 如果你不給錢的話 你的包裹就會永遠在中國這樣子啦 那接下來咧就去按下一點 你可以看到一個代即運的字 你按進去 這邊咯如果你的包裹到殘酷了 它就會全部show在這邊 我這邊是空空是因為 我的包裹還沒有到殘酷啦 那如果你買了三個東西 然後這邊show其三樣東西 意思說你的包裹已經是可以 開始借在馬來西亞啦 你只需要tick tick tick 然後按運費結算 它就會自動幫你算運費 我沒有記錯的話 1K就好像是26元啦 它會自動幫你算好啦 所以你只需要給錢就好了 那接下來你給了錢之後咧 你就先進在家裡面等著包裹到就可以咯 OK 詳細加完大獎訂淘寶了之後咧 現在就到了我第一次的淘寶開箱時間 就是這三個東西啊 上兩個星期咯 我就去買這三個東西來了 第一個呢就是 會講話的熱水壺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 蒸氣美容儀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個 跟天貓精靈合作的 配愛護眼儀 OK 我們先從熱水壺開始 它的全名叫做 小胖語音電熱水壺 這個東西神奇喔 它是一個可以講話的熱水壺 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叮 很可愛喔 好喔 就像一個機器人 但是我剛才攝影師講它像一個吸塵機 OK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那時候在淘寶買是699元 但是現在618它直接扣到570元 我在Capture那邊放一個連結 然後你們自己點進去看它 然後給大家看看 它的麥克風在這邊 然後這裡向右轉它是可以開的 然後這裡就是裝水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刻度喔 就是說最少是放多少水跟最高放多少水 所以它滾的時候它不會灑出來這樣子 然後它的觸氣孔在這邊 這邊就是當你水燒的時候它會觸氣 這個東西咧它是可以煮燒水啦 可以講話啦 又可以提醒你水滾啦 又可以提醒你煮水 接下來就輪到這個美容真臉儀 大家都知道真氣是可以幫你的皮膚補充水分的啦 然後我的皮膚又屬於缺水 所以我又不喜歡Full Mask了 所以我就敗家買了這個東西 它叫做 You like 美容真臉儀 我買的時候是249元 所以換上過來的麥克風是150塊這樣子 叮 愛心形 連真臉儀都是一個愛你的形狀 好 其實它真的很像第二寶 有點像便當盒 真的像耶 OK 看 現在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它的蒸汽的孔 可以調節角度 然後我們現在就倒水進去 要倒200ml的水進去 然後200ml就可以蒸18分鐘的臉這樣子啊 然後我現在開罐了 我看它還沒有觸眼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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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需要時間滾一下 OK 然後這個嘴是可以動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 向什麼方向什麼方向都可以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一個鏡子 就很貼心 它可以給你一邊蒸臉 一邊照你的樣子這樣子 好 現在照 催我臉一下 喔 熱的喔 那個蒸汽是熱的 我很爽欸 它不是很熱一下喔 我不是很熱一下喔 它這個溫度喔 是40度的 所以這個溫度是可以幫助打開你的毛孔這樣子啊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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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這樣靠近 我整個臉都是水喔 我看看 天氣飄飄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 AI護眼儀 那這個東西喔 不是普通的護眼儀這樣簡單 它是有芯片在裡面的 而這個芯片喔 就是阿里巴巴人工實驗室的 天貓精靈同款芯片 所以喔 它裡面是內置有天貓精靈的 AI的人工智能在裡面 我買的時候大概是 馬幣360塊 這樣子有點貴啊這個 但是喔 這個是專門對付 適合我這種人 就是每個對著電子產品啊 低頭竹啊 熬夜啊 夜貓子的人用的 OK 就是保護你的眼睛 看到嗎 欸 要轉 它全名叫做 BRU 倍輕鬆AI眼精靈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戴上去 然後普通我們的那個護眼儀是要用手按 但是你戴上去你看得到按 所以就是 你就看不到嗎 你就看不到 但是現在有了這個天貓精靈的這個芯片之後呢 你就只要跟它講話 你就可以按到那些button了 天貓精靈 呃 打開氣啊 它就是一直在那邊動 然後你都是可以通過語音來控制它 之前我們那種普通的護眼儀就是你要按 現在你跟它講話就可以了 而且你要講的是天貓精靈 呃 我要睡覺了 所以它現在是換去睡覺模式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control語音 還有包括 打開氣啊 關閉氣啊 增大音量 打開音樂 這樣子 它現在在放水色 好啦 開箱已經完畢 最後最後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淘寶618促銷已經開始了 很多人都以為只有淘寶雙11 其實6月18號也是促銷天來的 好多很多東西都有discount 所以大家可以去淘寶礦一礦 它的促銷期間呢 是6月16號到6月20號 然後我還有special promo code 要送給大家 這兩個 一個呢就是for淘寶新人 new fan 滿20億元就可以扣20元 還有一個就是tvstar30 滿250元就可以扣30元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吧 影片有點長齁 好啦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個like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看很多很多次這樣子啦 然後記得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YouTube Bye Bye